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扫描实体 好,首先我们先绘制曲线 好,确定 然后我们点击前视图 好,然后我们选择绘制圆 然后我们点击扫描实体 首先我们选取扫描的界面 然后我们选取扫描的路径 好,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扫描实体的创建 在这里封闭截面图形可以有多个 但是要在同一平面内 而扫描路径的过渡不能导致截面图形 在扫描过程中产生自焦 否则会出现错误 好,下面我将为大家讲解 方向盘创建实例 好,我们删除模型 点击新键 首先我们点击原型加点工具 我们更改原型点的坐标 我们更改为0 外0 Z为0 输入 输入 所会 圆的直径为10 好 点击认识键 好,点击应用 好,我们继续 更改X 坐标为0 Y坐标为0 Z为0 输入 输入 圆的直径为20 好,应用 好,我们继续绘制圆 更改X为0 Y为0 Z我们修改为5 修改直径为80 好,确定 接下来我们点击挤出实体工具 选取 Fy 20 选取 Fy 10 的圆 好 确定 好,我们修改 几出的 距离我们修改为10 点击更改方向 好 接下来我们点击前视图指令 选择 线框显示 选择 手动画曲线 好,我们绘制 曲线 好 确定 接下来我们 切换视图 点击圆形加点工具 我们修改 圆的半径 为2 捕捉 我们刚刚 绘制的曲线的 端点 好 确定 下面我们 同样是 切换视图 选择 原先加点工具 我们捕捉 盖点 然后 我们 绘制 圆 好 我们修改 尺寸 我们修改 直径 为8 接下来 我们点击 扫描 实体 指令 首先 我们先选取 扫描的 截面 好 确定 选取 扫描的 路径 在扫描 操作中 我们选取 创建 主体 好 以实体 显示 以 显光 显示 我们继续点击 扫描 实体 选取 扫描的 截面 选取 扫描 扫描的 路径 同样是 创建 主体 好 以实体 显示 然后 点击 顶式图 我们 选取 刚刚 创建的 扫描 实体 点击 旋转 在旋转动画框中 我们选取 复制 在 次数一栏 我们选取 为3 更改 旋转角度 为 360度 勾选 整体 旋转角度 好 确定 好 现在 大家可以看到 我就将 方向盘 实例 绘制完成 好 我们点击 保存 好 我们点击 新建 首先 我们 点击 举行 绘制工具 绘制 任意 举行 好 我们 首先 输入 长度 为100 高度 我们选择为80 选取 以 记录点 为中心点 好 我们 点击应用 继续 修改 举行的 长宽 更 更改 Z轴 坐标 为100 好 确定 下面 我们点击 举生 举生 实体 首先 我们选取 小 举行的 一条 边 然后 我们选取 大 举行的 对应的 边 好 去理 在 弹出的 举生 实体 设置中 因为我们 创建的 实体 是第一个 实体 所以 我们只能 选取 创建 主体 好 这是 举生 实体 正常的 用法 好 我们 退回 再进行 一遍 好 我们 同样还是 点击 举生 实体 如果 我们 在选取 外形 时 选取的 图速 不是 对应的 产生的 实体 将会出现 扭曲 好 下面 我给大家演示 好 我们首先 选取 小矩形的 一条边 然后 我们选取 大矩形的 另一条边 这两条边 不是一一对应 好 我们看 效果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 产生的 实体 将会 产生 扭曲 所以说 我们 如果不想 生成实体的 扭曲 我们就需要 选择点的位置 和方向 都必须一致 好 这是 举生 实体 好 我们 删除 点击 顶式图 接下来 我将通过 一个实例 为大家 讲解 举生 实体 好 首先 我们点击 原型 加点 工具 更改 半径为 50 好 我们 选取 另一点 下面 我们点击 绘制 多边形 好 我们保留 默认 六条边 输入 外切圆半径 我们输入为 150 修改 Z项 我们修改为 -30 好 我们修改 半径 我们修改为 80 好 点击应用 更改 Z项 我们更改为 -60 好 我们同样 半径 我们同样是 80 好 确定 继续点击 原绘制工具 我们输入 Z项 我们输入为 -90 输入 圆的半径 同样是 50 好 我们捕捉 好 点击确定 接下来 我们点击 举生尸体 好 我们选取点10 一定要注意 每个图形的 对应点 好 选择圆 选择 多边形 好 更改方向 好 我们重新选取 好 确定 确定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实体的创建 好 我们也可以修改 参数 例如我们可以点击 以直纹方式产生尸体 通过 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 所产生的尸体 是直纹的 而如果我们更改 取消以直纹方式产生尸体 然后再重生尸体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生成的 是圆滑过渡的 好 这就是以直纹和非直纹 两种方式的区别 好 我们可以点击保存 好 去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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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